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比一下这个杨宝玲跟朱玲玲有相似之处 都说十个美女七个豹 她嘴巴偏大 嘴唇很厚 整个面部看起来很饱满 笑起来端庄十足 富有亲和力 朱玲玲就是凭借这张脸两次嫁入豪门 但杨宝玲就没有朱玲玲这么有福气了 她都转转三次才找到真爱 第一段感情隔着让她名誉扫地 杨宝玲出生于演艺世家 她母亲是著名的粤语片明星李云长 受母亲的耳毒木染 杨宝玲从小就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从小被安排到贵族学校学习 长大后还被送往英国 受家庭影响 杨宝玲心里很向往娱乐圈 觉得那才是自己的归属地 而此时的她出落的亭亭玉丽 明艳照人 回国之后 她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当一名白领 而是在模特公司工作 到了20岁那年她参加了港姐选拔 并成功地进入了12强 那一届港姐竞争尤为激烈 不仅有电眼女神李美凤 还有性感的女神邱淑珍 安宝玲和李美凤倒也不相上下 但比起邱淑珍还是略有悬殊 毕竟对方可是被外界默认为 港姐冠军的一位勁敌 可邱淑珍在赛艺世纪被爆出了整容传闻 一时陷入了整容迷云 港姐选拔一向以真善美为宗旨 主办方面为了维护港姐形象 只能让邱淑珍退赛 有传言称 杨宝玲就是当年举报邱淑珍的参赛加厉 是真是假不知 但低调杨宝玲却因此被发现 一路顺畅到夺冠 之后她还被打破了 港姐在世界性选美赛事零获奖的记录 在世界小姐中进入了12强 在环球小姐中获得了第5名 也因此获得了亚洲最美皇后的名号 就这样她成为了历年港姐中 第一个在两大国际大型选美赛事中 都取得了佳季的香港小姐 港姐选美成名后的套路 不外乎是先演戏 杨宝玲也是如此 凭借着选美的傲人战绩 加上母亲李云长的名气 和无限签了三年合同 成为了TVB旗下的当家花旦 由于外星条件将好 她主演的大都会 本以为会轰动一时 没想到却反响平平 随后她将工作的重心 都放在了电影演出上 第一部作品是跟 钱小豪合作的《都市丽人》 接下来在红金宝指导的电影 《飞龙猛将》中 杨宝玲也有着不错表现 1990年 杨宝玲更随获 著名编剧《黄百明立腰》 出演了对方的新作 《开心鬼就开心鬼》 当时黄百明更是直言 我选的她的原因 就是想在香港 找一位最美的女星 最终杨宝玲也不负众望 凭借该影片中的安妮一角 获得了香港金像奖 最佳女主的提名 90年代 这是香港电影 井喷发展的时代 当年林青霞 刘嘉玲 张曼玉等人 早已站稳了脚跟 除了忙于演戏 1991年 杨宝玲还投身上海 与朋友一起创办了 六幅珠宝 还亲自做起了代言人 不仅如此 杨宝玲还邀请当年的 行友温红拍摄宣传广告 还邀其一同入股 有有四年 所有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 27岁的杨宝玲 却并模心在在 娱乐圈打拼 转身嫁给了歌手陈荣森 陈荣森是圈中 很出色的音乐人 或许是因为 这个男人很有才华 杨宝玲甘愿放弃 自己的前途 两人当年在澳洲秘密结婚 只不过三年 就以离婚收场 抓马的是 从恋爱到结婚 这两人都是保密状态 等到了离婚的时候 却是直接反目撕破脸 陈荣森在受访时表示 自己无法承受 杨宝玲一天要两次 一周要十次 她身体吃不消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 满足不了杨宝玲 还婚内出轨 要知道 杨宝玲一直保持着 育女形象 这种说辞 显然给女方 带来了致命打击 后来陈荣森还带着记者 去拍摄两人睡觉的 刷人床 一个劲的泼脏水 据传杨宝玲听到前夫 竟然不念 往日父亲情分 向大众曝光 闺房密室 她气到蹊跷生烟 演艺事业和个人的形象 受到了巨大打击 她为此还伤心不已 好在圈内好友和粉丝 都知道两人的感情状态 因此不但没有相信 这些谣言 还纷纷吐槽 陈荣森是个渣男 不过陈荣森的这些画 一出杨宝玲的清纯 港姐形象 倒是真的从此一落千丈了 这之后 杨宝玲再无任何片约邀请 她只能四处参加 各种剪彩来维持生计 因此还被一些人 嘲讽为剪彩女王 唯一亲戚的是 虽然剪彩收入平平 但却给她积累了 广泛的人脉资源 再加上 她又被爆出 因封城问题 排挤翁红 令翁红愤而退出 导致珠宝品牌 只能有她一人扛起 不过这个姐妹花 到底如何掰掉的 虽然不得而知 但多年后翁红却在采访时 被指暗讽杨宝玲 爱出风头 彼时早就积怨很深 不知道会不会与此有关 总而言之 受这些问题影响 杨宝玲决心退出 娱乐圈再占伤海 事实证明 选美的好运并不是终点 哪怕从商 杨宝玲都做得有声有色 某次她跟珠宝商人 黄伟长相识 此人是六福珠宝的老板 当年六福珠宝名气并不大 她要利用杨宝玲的知名度 为自己拓展业务 杨宝玲满口答应 觉得珠宝行业的潜力很大 还让自己的积蓄 都投进去了 这好比是孤独一职的危险 但六福珠宝在用心的进制下 越来越红火 还进居了内地市场 仅仅十年 这个后起之秀 就超越了各大品牌 成为了拥有2000家门店的 黄金品牌 作为了共同创办人和董事长 杨宝玲的身家早就过亿 1997年 六福珠宝开始赞助港姐后冠 据说这是因为杨宝玲 在某次活动上 自爆当年的港姐后冠 并不是真实的钻石后冠 也是因为一心从伤 杨宝玲后来又认识了 第二任丈夫 Nerson Wong 对方是大名鼎鼎的 拉斯维加斯赌场市场副总裁 多金切成熟 在杨宝玲被其稳重性格打动同时 Nerson Wong 也被她的知性吸引 没多久两人便双双的坠入爱河 半年后 双方就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 2002年 他们在拉斯维加斯举办婚礼 并定居美国 2007年 40岁的杨宝玲冒着高龄产妇的危险 担下了儿子 Nerson Wong 但自古红年多磨难 杨宝玲和丈夫之间 从来没有传过绯闻 但关系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十二因为双方关系繁忙 聚少离多多争执 十二因孩子教育问题产生不和 长此以往矛盾积累 终将他们的感情消耗殆尽 在携手12年之后 两人的婚姻还是走向了尽头 不过相比于第一段婚姻脑的异地鸡毛 这次分洋标要体面的多 她还获得了1400万的分手费 经历两段失败的婚姻 杨宝玲开始享受起了 单身有钱的富婆带娃生活 2015年 她还被爆出 转手了第二任前夫的高楼 套现6000万 但就在同一年 杨宝玲运来了第三段婚姻 对方是曾经的初恋男友Giu 在美国 杨宝玲遇到了自己在英国留学时的 英籍初恋男友Giu 两人聊起了这些年来的经历 刹那间 从前的诸多美好涌上心头 Giu心底显然没有忘掉杨宝玲 在得知杨宝玲 也刚刚恢复单身状态后 很快对她展开了激烈的追求 终于在她无微不至的关怀 和穷追不舍下 杨宝玲放下了戒备 答应了交往 据港媒报道 她大学时 结舌了同班的Giu 产生了情愫 交往了一阵子 却因为她必须从英国和香港而分手 2014年 杨宝玲恢复单身后 原本没想再认识别人的念头 却因为失调账号和Giu有联络 这才发现双方都在美国 一约出去聊天 马上来电 当即决定在一起 2016年低调完婚 2017年 杨宝玲还大方地公开了婚纱照 据港媒爆料 杨宝玲还是带着 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嫁给初恋 而Giu也有两个女儿 杨宝玲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 与妻女的关系非常好 一同视如己出 如今不时删除 与老公孩子们合照的杨宝玲 可以看出来生活得十分幸福 重获爱情的她 像一个小女孩一样 如今一家五口 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如今很难再看到 有关杨宝玲的消息 风雨之后 她更加洒脱 不但拥有完美的家庭 还有令人羡慕的事业 总而言之 能在低谷后再崛起 都转转找回真爱 做到事业爱情两手抓 是真的不容易 值得祝福呀